大家好,我今天想要讲一下体育方面特别好的孩子怎么样申请澳大利亚小学生初中体育类的四校奖学金 先讲一下这边的教育体系 教育体系分三大种 第一个是公立学校 第二种是教会学校 第三种是私立学校 也就是我今天所要提到的 那私立学校每年发放的体育类奖学金的名额跟比例是不一样的 大部分维持到了25%到30%左右 也有可能会给予100%的学费减免 也就是说不需要花一分钱 那学校拨款的体育类的经费可能会分给好几个运动项目 比如说网球类两个 足球类两个 橄榄球两个 基建三个 因为每个学校的运动长处不一样 有的学校游泳好 有的学校拨款 如果学校某一个运动项目的成绩特别好 那每年拨款的经费也可能会相对的要高一些 比起其他的运动项目 自校的学费每年大概在三万澳币左右 换成人民币的话 乘以一个惠例五 所以其实还是蛮大的费用 如果孩子能在七年级的时候拿到这个奖学金 一般是能覆盖整个高中学年的一年级 一直到他完成高中的学业都是有效的 但有时候根据每个学校 他的制度不一样 他的条款不一样 可能会出现每年抽查一次 去检阅这个运动员 是不是到了一定水平 然后检阅一年中的比赛的成绩怎么样 包括需要教练写一份报告 具体的内容需要跟学校去沟通 感谢观看